小选台风毕竟清台几率非常高 尤其针对东部地区会有很大的威胁 花莲市长魏佳燕在2号傍晚就指示清洁队 赶快针对低窝地区还有一堵塞地区来进行清沟疏通 同时也呼吁市民要加强防台准备以确保安全 花莲市清洁队2号下午立即针对市区低窝及一堵塞地区来加强清沟疏通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关心清沟状况 同时也呼吁民众要加强防台措施以确保安全 今天跟着我们清洁队到非常多处的市区低窝地方来做清沟的动作 目前可能研判3号可能会有海上警报的部分 可能会3号晚上或者是4号的早上会发布入警 请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一定要密切的注意台风的动态 也希望说我们市民朋友都要将我们所以防台的准备做好 那在我们除了低窝地区的水沟清理之外 那在我们抽水站的部分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做运转 跟我们所有的防备台风的一个准备 那最后也要请市民如果有地方水沟低窝地区的地方 如果有没有清理的地方请打到华联市公所 那我们会立即派员过去做清理的动作 除了市区重点区域清沟 华联市工程队人员也已经进入各个抽水站 并且预先测试运转机组以确保正常运作 市长温家彦表示防台工作不可轻忽 也呼吁民众要确保自家周边排水沟顺畅 以免大雨来时发生淹水现象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